曾亮亮做了什么让自己的父母如此生气 今天曾先生夫妇也自愿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现在我们先有请他们上场 好 曾先生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决定送我爷子回去 我想这回子去鬼气干活 能不能先告诉我们究竟儿子做了什么事情 让您两位这么生气 说不出口 我们尊重你们的意愿 你们刚才说是希望儿子能够回到国企上班 是那个中铁医局 他在那里干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 他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儿子是学什么专业的 他学那个土木工程 那按理说您帮他找的这个中铁医局的工作 应该也还是有一些联系的是吗 那很好啊 那个工作 当初您帮他找这个工作 有没有问过他的意愿 没有问过他 那最后他是无缘无故的消失了 还是说他跟父母亲说了 就是我不想干了 那他是无缘无故的消失 所以我想打电话给他呢 电话也要找不到 要找不到人 那您当时着急吗 那肯定着急啊 儿子不见了嘛 你会觉得他辜负了您的一番好意吗 那肯定啊 因为我养儿子啊 养了二十多岁 拼命地跟他读书 读到那个大学 嗯 那你不干了 我怎么不气呢 他在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吗 没有 那个他不会干的 那如果他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呢 我想大家可能现在都会很好奇 到底亮亮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但是在这之前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曾先生 如果儿子坚持要做这份工作 不愿意回国企上班 您打算怎么办 那除非我死掉了 他就不回来 到底这个儿子做了什么 让自己的父母亲这么羞于其口 而且曾先生的说法是 全天下的父母亲 都不会赞成自己的子女 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为我们做的外层条件 对你特别强硬的时候 直接就是跑回家把门关了 这样你会不会不太妥当 我也知道我不妥当 但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你看到的 你看他直接就一把包拽着就拽回去了 但如果回去的话 我这边肯定就是 工作也就没了是吧 那你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反正我没有做那个违背道德良心之类的 然后违法违纪之类的事 那是什么工作 你方便跟我们讲吗 因为我客人确实好像 不请特别特别的理解不了 那个工作 那我带你到我那个工作的地方去看一下吧 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父母的事情 亮亮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工作单位 当来到亮亮的工作单位时 我们还是禁不住 有些差异 为了证明自己热爱父母口中所嫌弃的工作 亮亮还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工作工具 看着曾亮亮如此专注于自己喜好的事情 我们也被他的认真深深吸引 感人怎么工作好